这两个男人刚从树上打下一只超大号老鼠 内脏都还没取 毛也还没刮 就迫不及待的做起了烧烤 这样真的能吃吗 在多米尼家的自然岛上 生活了一群加勒比人 他们能歌善舞 很少与外界的人基础 加勒比人独具特色的黄野美食 深深的吸引了三位世界顶级大厨 部落长老听闻他们是慕名而来非常的高兴 还特地的为他们准备了一个盛宴 按照部落的规矩 客人用餐前要先喝点特色酒开开胃 这种酒是用森林底的甘蔗酿造的 大厨们本以为是甜的 没想到它的度数比想象中的要高很多 喝完感觉很上头 一旁的妇女看着他们满脸兴奋的样子 不厚道地笑了 长老看他们喝得差不多了 立刻招呼着用餐 桌上有龙虾 鱼 白山药 黄山药 南瓜 还有老鼠肉 每个大厨咬了一点在碗里 但唯有黑蛋大厨 对老鼠肉情有独钟 老鼠肉吸满了汤汁 肉质非常嫩滑 吃起来非常的香甜可口 口感有点像重口味的鸡肉 黑蛋没想到加勒比人 会把老鼠做得如此美味 他决定 明天就用老鼠做一道菜 让部落的人尝一尝 白蛋大厨更喜欢鱼肉 里面放了很多辣椒 夜深黑胡椒 吃起来非常爽 尤其是鱼汤 喝了还想再喝 他决定明天 也做一道有关鱼的菜 而且还是他的拿手菜 剩下毛蛋大厨 他选择做龙虾和螃蟹 所有的食材 都需要大厨们亲自去找 每个人会有一位部落向导 在旁边启住 第二天一大早 大厨们已经按耐不住激动的心情 他们跟着向导 来到了不同的地方 因为怕寒黑 黑蛋还整了个帽子戴着 他还透露 自己其实就像娇滴滴的小姑娘一样 对老鼠感到恐惧 甚至可以说是恨 但语出惊人 向导实在没忍住笑出了声 还以为他开玩笑呢 但是既然昨晚已经把花撂下了 怎么也得抓到一只吧 不然多没面子 向导告诉他们 要抓的老鼠脸很长 有锋利的牙齿 还会咬人 平时就喜欢待在树上晒太阳 了解情况后 两人小心翼翼的搜索着 没过多久就发现了目标 一只超大号老鼠正在树上打短 他们悄悄咪咪的走到树旁 向导立马爬上树 把他摇下来 黑蛋在下面接着 向导再三叮嘱他 一定要接住他 黑蛋表示没问题 可当向导好不容易将他摇下来时 黑蛋却眼睁睁的 看着老鼠从他脚下溜走 此时向导心里肯定在想 兄弟 我怀疑你在搞我呀 黑蛋露出难过的表情 他保证下一次绝对抓住他 向导选择暂且相信他 在森林里转了一圈后 他们终于发现了第二只 这一次 黑蛋果然没让向导失望 他用脚踩住老鼠 毫不犹豫的将他刺死了 画面实在是太惨神 请适度观看 这只老鼠看起来 表肥体壮足够吃一顿了 他们找了一个地方生起了火 按照加勒比人的做法 要先放在火上烧一烧 然后再刮毛去除内脏 黑蛋表示无法理解 这种奇怪的烹饪方式 但也只能照做 老鼠密密麻麻的毛被烧焦后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 黑蛋无奈地拿起刀 开始给他脱毛 皮肤瞬间就变得光滑了 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做 也是最后一次 经历完老鼠的内脏后 两人原路返回 另一边 白蛋大厨和他的向导 准备下海捕鱼 向导示范了一次 如何使用鱼叉后 轮到白蛋了 在深海里 精准地自中游动的鱼儿 还真是不容易 他接连失败了几次 才成功地捕到了一条小红鱼 随着技巧逐渐显熟 他的鱼叉用得越发顺手 最终捕获了很多 不同种类的鱼 与此同时 毛蛋和向导 在丛林的小溪里 抓龙虾 水流非常的湍急 毛蛋二话不说 就进入水下 也不管有没有危险 直接把手伸进了石头缝里 各种的摸 然而半个小时过去了 连龙虾的影子都没见着 他换了个地方继续抓 总算是有成效了 这一次 运气相当的不错 带到了好多龙虾 又抓到了几只螃蟹 几位大厨会合后 开始采摘香料 这里有香桂树 香草 芒果树 西藩莲椰子树 只要是他们想要的 应有尽有 这简直就是厨师的天堂啊 黑蛋采了新鲜的椰子 洋葱 大蒜 百里香和秋葵 接下来 他们要开始正式的做菜了 加勒比人早已在海边 为他们搭建了露天的厨房 不过 老天翻脸比翻书还快 天空乌云密布 还刮起了大风 在这样的条件下 做饭具有很大的挑战 既要保证菜的温度 还要保证它的味道 而且 他们还要在三个小时内完成 猫蛋已经开始处理龙虾了 他又放一部分 在酸橙汁里腌 剩余的拿来烧烤炖汤 白蛋手里拿的是 当地根茎类的蔬菜 他打算做一道土豆沙拉 里面放一些葡萄柚 红辣椒和烤洋葱 桌上的腌制树花 既可以上色又可以调味 他要用来做鱼汤 接下来 再烤一条琥珀鱼 里面加一些橄榄油 腌辣椒 他认为烤出来百分之百好吃 最后 再做一道水果沙拉 当饭后甜点 另一边的黑蛋正在切小葱 他捕到的大老鼠已经烤熟了 待会儿 就用烤面包把肉包起来 再用小葱绑起来即可 接下来 就是卡罗拉浓糖 放入少量的老鼠肉 再加一点椰汁体味 绝对的加勒比风味 此时的毛蛋非常羡慕黑蛋和白蛋 因为风太大 他的头发把眼睛都折住了 很快又下起了大雨 直接把火浇灭了 他们的脸被雨水和尘土洗礼 刚切好的调料也满天费 食材都泡在水里了 但他们依旧在坚持 把水倒掉 把吹掉的鱼捡起来 处了一番接着游 时间很快就过去了 只剩下最后一分钟 他们开始手忙脚乱的 终于在最后一秒钟将食物装盘 神奇的是雨停了 天空中还挂着彩虹 他们突然觉得是老天在捉弄他们 接下来是时候让评委们给菜打分了 第一个上菜的是黑蛋 他的第一道菜是车前草面包 评委们吃得很是满意 第二道是卡拉罗浓汤 看起来黑乎乎的 上面还有一些小葱点缀 喝起来甜甜的 但是加勒比人更喜欢辣味的 第三道是老鼠肉 摆盘不错 但是味道很糟糕 吃起来有点酸 而且还没完全熟 差点把长老给噎到 看来黑蛋是拿不到奖励了 来看看毛蛋的菜吧 第一道是龙虾羹 第二道是烤龙虾 搭配了凤梨和葡萄又酱汁 这两道都是正宗的加勒比口味 评委们赞不绝口 第三道看起来像番茄豆腐 但其实是酸橙腌虾 卖相不错 但口味有些清淡呢 最后是白蛋 它的第一道菜是烤鱼 上面放的青木瓜和绿芒果 但是味道有些苦涩 评委吃完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 第二道是跟进植物 搭配着辣椒一起吃 这道菜受到了好评 第三道菜是炖鱼 里面有椰汁 番茄和腌汁树花 鱼肚子里还有新鲜草药 非常的样式 但是差点辣椒 看来加勒比人更喜欢吃辣椒 几乎每一道带有辣椒的菜 都广收好评 经过评委们的打分 毛蛋获得了胜利 长老将一串部落特有的项链 送给他作为奖励 他有一个美好的寓意 代表着力量和灵性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